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北方的一个海港城市烟台的李小倩 作为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研究会的顾问 烟台缆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店长 那么我本人呢是曾经辅助过纺织美妆美容仪器 乎外等等多种行业类目运营 从事电商行业多年 对阿里巴巴国一站数据管家的话 也有一个深处的研究和使用经验 那么我很荣幸能以这种方式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也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在这样的平台上 把我们公司如何借助数据管家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把美妆类目做到行业透实 客户遍布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 成交了上千个海外买家 然后同时我们突破发展瓶颈 实现业绩的十倍增长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从接触到这个平台 然后以及在一个怎样的机遇下 发现并且使用数据管家的方法论和真正可以复制的技巧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我的话将从这六个方面去展开一个 我们的这个经验的一个讨论吧 首先我们是在一个怎样的机遇下去做的这个平台 其次我们是如何发现的数据 然后第三步的话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数据 第四步的话是我们如何去分析数据并发现了这个机会 然后第五步的话是我们发现机会以后 我们如何去验证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是正确的 然后并且进行操作 然后第六的话是我们进行了一番这样操作之后 我们得到了什么 然后我们的蜕变我们成功了吗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是在一个怎样的机遇下去做平台 那么我们自己的话是在两年前的话 我们是做国内电商 但是的话 嗯 国内电商的零 国内零售的竞争是不断加大的 这个大家都众所周知哈 那么 我们的体量的话就很难再继续去做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害怕有一天 我们会被市场所抛弃 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么带着这个强烈的危机感 我们去开始想办法去突破瓶颈 那么脚筋脑汁 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很非常合适的方法去突破这个点 那么万幸这个时候机遇出现了 最初我们的客户经理找到我们 然后给我们介绍了外贸出口 以及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时候 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 反而是有一点点抵触的 因为我们 这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业务方式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平台 那么国内市场的话 我们都搞不定 我们又怎么去挑动国际市场呢 正当我们要拒绝客户经理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有一些就是思考吧 他说一个企业能够做到多大的体量 其实取决于这个企业所在的市场是多大的 以及在这个市场里面所能够建立起来的壁垒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足够体量的市场 并且没有在这个市场里面去建立我们自己的优势 那么这两点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把公司去做大 市场容量 毫无疑问全球的市场其实是足够大的 那么在平台的选择方面上的话 我们也去研究过很多其他的平台 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了阿里巴巴国际站 是因为那个找到我们的客户经理 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用心的在帮助我们找到突破瓶颈的方法和思路 那么我们感受到了阿里巴巴的热情 和阿里巴巴和客户一起共成长的这个理念 所以我们决定试一试 那么我们是怎么去发现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在我们客户经理的担心指导下 很快我们把我们的第一个店铺开通了 开始了我们的转型之路 那么从国内的零售平台转型到跨境电商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那么我们在刚刚开始做国际站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担忧的 在这样一个面向全球化的平台 我们应该如何去驾驭我们是否能把它做好 但是这样的担忧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打消掉了 因为我们发现阿里平台其实它的板块的话 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操作流程界面去设计的 那么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比较简单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面对这样一个为客户考虑的平台 我们开始有兴趣去研究平台的功能 以及并且付诸实践行动 在全球数字化大趋势下 其实数据的话它是原料 是分析的基础和起点 同时数据的宽度和广度也决定了分析的深度 正当我们打算选择产品发布 去进行实践操作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我们发现 诺大的市场上 我们不知道要去发什么产品好 那么思来想去 我们打算从平台看看有没有入口的这个选品的入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数据管家这个板块 那么数据管家这个板块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数据管家这个板块的话 其实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其实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数据管家 然后它里面的话会有各个小的板块 那么这几个板块 我们后面的话给大家逐步分析 它是如何使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数据管家这个板块 那么这个板块很明显 它是用来做这个数据分析的 那么我们开始去剖析数据管家里面 各个板块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去利用它 那么就在我们研究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数据呢 然后的话终于其实是功夫不会有心人吧 就是我们经历了两天的时间去研究分析 我们的这个数据管家这个板块 那么最终我们发现 阿里巴巴国一带数据管家各个板块的功能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市场竞争 买家分布以及买家偏好等等这些 那么从而帮助我们去选品 以及发布产品之后 后续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管家 去跟踪数据优化等等这些运营工作 其实都是可以操作的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数据管家 它里面的一个 它里面的一个趋势 包括说我们这个商品东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我们是如何 我们是如何分析数据 并且发现了这个机会 那么这一部分是比较重点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 拿出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行业报告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时是如何做的这份行业报告 当时的话是做了两份行业报告 其中一份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Word版本的 那么另一份的话是一个 XL版本的 那这个XL版本的其实是稍微有点 就是相对来更全面一点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报告 那比如我们的这一部分 那我们的这个全球的数据分析的话 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商品东查里面来去进行分析的 那么具体的话就比如说 我们在搜索这个睫毛之后 我们在商品东查添加这个这个分组之后 那么我们可能说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去进行一个剖析 那么之后的话 它完成之后 我们这里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竞争变化 买家分布 商品买家分析 以及价格分析 热卖商品的排行 以及相关品类的推荐和流行主题等等 那么这些其实很大的条很大的情况下 能够帮助我们去选择一个产品 一个好的产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品类的规模指数 是这个蓝色的 然后异项买家规模指数的话是绿色的 然后卖家规模指数的话是黄色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近30天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在这个评类下 访客的规模数的话 是卖家规模的大概是一个9.8倍 然后异项买家的规模的话 是卖家规模的2.8倍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近三个月的一个数据 那么近三个月的数据的话 访客规模的话 是卖家规模的29倍 一项买家规模的话 是卖家规模的这个7.4倍 大约这个的话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曲线里面去分析出来 然后的话这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的买家规模指数的话 其实是对商品的有 就是有一项采购的这个买家数进行加权值 那么采购一项包括TM咨询 询盘RFQ 发起订单等等 那么这个数值的越高的话 买家的指数 买家数其实是越多的 同样 卖家规模指数的话 指的是此类商品的卖家数加权值 那么同样这个数值越高的话 卖家的数量也就越多 那么通过我们2019年2月1号到2019年4月30号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话来看 我们2017年5月份行业实体价规模和卖家规模的一个比例是2比8 那么截止到2019年4月30号的话 买家规模和卖家规模的一个比例大概处于1.09比1的一个水平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就能发现 电锋竞争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开始急剧的往上增加 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预计在短时间内竞争程度的话会远远超过我们甲发的这个竞争程度 那么下面的话大家都看到有个表格 那这个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是一个买家分布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品动场里面去看 我们的买家分布到底是哪些国家 然后的话一个 这些国家的一个规模指数是多少 然后它的环比增长 或者说它的环比降低 是一个多少的比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近期的话 我们的一个访客的一个主要市场是哪些 然后这样的话 有至于我们在直通车里面去操作一些 我们想要去主营的一些市场 然后把重点放在那上面的话 其实会给那个询盘以及其他的近期的话 提供一个渠道吧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去简单的做成一个表 然后分析一下 包括这个涨幅的话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每做完一个表的话我们后面都会跟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表里面看到美国市场的话 其实是铁毛行业的话 几乎是最大的市场 那么下面这个数据分析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热卖商品的排行 我们可以分析我们近30天 也可以分析我们近三个月的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热卖商品 以及我们的这个标升品分别 这20个我们去做一下数据分析 那么给大家先举个例子 当然这个表格里面的话是先去进行的这个买家偏好的分析 然后再进行单个产品的数据分析 买家偏好的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商品分类 商品分类的话 买家从这几个维度下 他们分别单的一个比例是多少 那么我们把手表放在这上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去进行单个的分析 那么单个分析完成之后 我们去把它总结出来 总结成这样一个表格 那么我们可以看近三个月 也可以近看近30天的一个数据 综合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还可以做出我们的这个一个总结 那比如说通过这个表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这个手工制作水雕对毛 以及农密型的这个自然长度 然后这是最受欢迎的 其次的话是密牌加左毛 其中的话是以密牌为主 第三的话是手工制作水雕对毛 是农密型自然长度和交叉形 是比较受欢迎的 其实这里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疑问的 那么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话 是美国市场的话影响是最大的 那美国逐渐进入下级 为什么农密型的占比是成倍的增加 那么难道农密型的程度不会影响 不会受季节的影响吗 那这个的话需要我们其实是去根据数据去持续跟进一下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并不一定说以我们目前的话一个为基准 然后的话这就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产品的价格 然后在一个怎样的区间段内的话 群盘数量占比是最多的 在一个怎样的区间段内商品的数量占比是最多的 然后的话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对比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价格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然后去进行一个调整 同样的话也可以说去列出来这个表格 然后我们自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占比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热卖商品的这个排行 就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那么这个热卖商品的排行的话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选择完20个这个热卖的产品之后 比如说我们先选择近30天吧 那么我们选择完成之后我们去进行这个产品的标题 产品主书的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分类 分类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标格 包括说我们的包装是普通包装还是25毫米的包装 然后分别的数量是多少 然后算出来一个占比是多少 然后它的包装标题是什么 然后材料是什么 包括以及我们的主图特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都去总结出来 然后主图特点的话它是圆盒还是长方形的盒子 它是莲花型的盒子或者说是其他的盒子 那么主图的特点的话 它是一对装还是七对装还是两对装这样子 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款式 它是一个对毛还是一个密牌的 那么通过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近30天的一个热品 一个热品 热卖的产品的话是多少 如果说是全部都是像这个款式的话 如果全是都是对毛的话 那这个对毛的话在这个季节肯定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了 那我们去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那同样近30天或者第三个月 我们去同样做一份这样的报表 然后去去分析出来这个占比 那这就是那个行业的标生品三个月和30天的这个数据 那么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分析 然后这个表的话其实是更比较更具体一点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分析完30天之后 那么我们又把这个细分出来了 25毫米的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去分析 有多少个25毫米的 然后单个去分析 然后包装的话 我们分出来 有是圆核的包装 还是有什么样的包装 然后像材料的话 我们有什么样的材料 是化纤的 还是水雕的这样材料 去单独的做了细分 包括主图的特点 以及这个主图的包装特点 我们都去单独做了分析 那么30天和3个月的话 包括热卖商品 还有这个标升产品 我们都去单独去做了分析 那么全部分析完成之后 我们会总结出来一个表格 那么也就是我们展示给大家下面的这个表格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 那么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这个表格 那么我们总结出来这个 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分析之后 总结出来这个表格 从这里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表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热销品30天和3个月 然后标升品30天和3个月的一个比例 比例最终的话是多少的 怎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通过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就能分析出来 这个标升品和热卖产品的综合去分析一下 那么今年2月份到4月份的话 25毫米的对毛产品其实是非常热销的 但是近30天的话 数据其实是显示正在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选择爆款的话 就会有几点建议 那么我们会选择25对毛 对毛以及普通款对毛 都会比较适合打造爆款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话 它其实还是取决于产品的这个基础的数据 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 那工艺的话是手工 长度和浓密程度的话就是自然长度浓密 那么这一年我们去分析完之后 市场上美国市场巡盘最多的产品 其实是这一款产品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下这款产品 毕竟它的巡盘比较多嘛 然后的话再就是这个 包括相关的品类推荐 我们可以看看平台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产品 这是近期的一个采购比较多的前TOP20的一个产品 我们去具体分析一下 然后也可以作为我们选品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包括说近期的一个流行主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买家的竞争规模 然后环比的增长 以及卖家的规模指数是怎样的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单个的分析 然后的话这就是这一部分这个 是行业市场分析 行业市场分析里面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外贸出口的这个交易规模 是指数是多少的 包括我们当月和上一年的同期的一个比例 然后像交易金额的国家和搜索量的国家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营市场 就是比较卖的比较好的市场是哪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在直通车里面的话 针对它的话提向一个定向推广 或者提向一个高溢价 这个地方的话下面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交易规模的一个趋势 以及价格趋先转的一个分布 包括说我们这个标升品的分析 以及热卖产品的这个分析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细讲了 然后下面的话其实刚刚那个关键词的话 选择是很重要的 那么从我们这个行业市场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会给我们推荐这些关键词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匹配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所匹配的 如果说匹配的话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词来导一份词表 然后我们来用到我们的关键词和标题里面去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去分析数据 并且发现了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发现完成之后 我们一定要去验证一下我们的这个思路 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验证 毕竟数据验证的话是运营所成功的关键 你不可能说光把产品找出来之后 数据分析完成之后你就不去实践了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完成之后我们就发产品 那么我们发完产品之后 我们要去做一个数据的分析 那么我们如何去做数据分析呢 首先我们发布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周到两周的一个时间测试 那么我们测试完成之后呢 那么我们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店铺的这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店铺的数据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的这个寻盘量 以及我们的这个访客 tm咨询有没有增加 或者有没有怎样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和行业平均行业优秀之间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的一个曝光 我们的点击 以及我们的寻盘个数 是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平上去 然后我们都去跟同行优秀和同行平均 去做一下对比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直通车的流量 以及我们的自然流量是怎样的 都可以去做一下数据分析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分析 产品分析里面的话可以针对单个产品进行分析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一款产品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款产品是这个月刚上的这个爆款的产品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点击次数是多少 曝光是多少 然后它整体点击率是多少 然后访问人数是多少 然后有多少个寻盘 以及寻盘转化率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单个的分析 并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360的产品分析里面的话 可以单个点和单个产品去分析一下 我们的这个单个产品的这个数据 包括哪一个词它的点击是最多的 然后通过哪一个词来的寻盘是比较多的 我们去进行单个的分析 以及单个的去优化 包括说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的这个趋势 以及访客地域和我们这个所关联的产品 就是访问到这个产品之后 买家是否还访问了其他产品 以及流量的来源是从哪里 实际上是从首页推荐进来的 还是从消息盒子进来的 包括还是从这个我们这个 运出特卖以及寻盘这儿进来的 然后的话具体还可以分析一下我们的价格 我们的价格跟同行之间的一个对比 包括寻盘数量占比 最多的价格区间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 以及这个竞品的对标 那么竞品对标的话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一下 我们和同行之间的一个对比 如果说我们这个链接做的还不够很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研究同行的这个竞品 我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也去用同行的方法去做 那么这一点的话 其实是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去验证 我们选择的产品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有没有效果这样子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发布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分析 而且我们一般发布产品都说我们要添加视频 那么我们添加视频到底有什么用呢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发布视频之后的这个效果 然后以及我们跟同行的之间的一个对比 然后再次的话就是我们每一条视频 精细化到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视频 它碰了多少次 然后有多少次是完整的 然后有效的是多少次 然后包括关联了有哪些产品 那么这个都是可以每一条都可以去细分出来的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店铺分析 店铺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去再去验证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店铺的访问人数 以及店铺的访问时长是多少 那么整体的一个访问页面是多少 然后我们自己之间 我们跟同行优秀和同行平均之间的一个对比是怎样的 那么具体来分析 我们发布了新的产品之后 我们的数据有没有提升 我们的数据是否是下降了 去做一下分析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流量来源 那流量来源的话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体店铺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流量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是搜索流量 还是我们的频道以及互动流量 包括说以我们的自营销流量有哪些 然后的话点开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趋势 我们近期的话一个我们的访问人数 以及军盘人数 TM咨询人数 以及转发率的这个 去跟行业优秀和行业平均之间的一个对比 然后像引流关键词的话 引流关键词就是系统 从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去抓取出来的这个 一部分产品的这个关键词和标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我们自己跟行业套务词之间的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好 行业套务词用的好 我们就可以去借鉴一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词找到直通车里面去 然后针对一些词去进行移价或者一些比较好的出价 然后从而去给这个产品一个很好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像我们的访客画像和访客画像的话 就是去看到我们的这个一些访客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蓝标买家占比是多少 我们90天内的交易买家占比是多少 新老访客的占比是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数据分析 以及我们的纪念关键词和偏好关键词 那产品访问顺序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客户访问了我们的产品之后 然后他的访问日期是多少 然后访问了多少次 然后一共停止了多少秒 然后我们也帮助我们说这个产品对于客户来说 是否是有吸引力的 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好的去判断 像关键词指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一下 我们的这个最近期的话 类目的设计指数是怎样的 上升还是下降 然后搜索涨幅以及点击率 那样的规模指数是怎样的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在这么一轮的验证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选择的这个产品是否是正确的 那么数据验证是运营成功的关键 我们刷刷完之后我们就要去验证 我们去验证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这一波操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如果说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优化 我们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方法 如果说是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去再回过头来去分析一下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然后去做一个整体的调整 那么经历这么一番数据分析之后 最终我们的话 我们是把那个睫毛传上去之后 然后经历了前期的话是一个推广的一个力度比较大 然后的话把这个包款打造出来 那么后期的话就是两年之内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睫毛这个类目的话 已经是做到了一个top10 那现在其实是已经有100个人的团队 经营着数十家阿里巴巴国一站店铺 我们收获了来自全球168个国家 近3000个批发商客户 借助数据管家 我们的平台实现了短期之内的快速弯道超车 我们开始去认真考虑开拓国一市场 我们拥抱了阿里巴巴 同时阿里巴巴其实也帮助我们实现了业务的全面转型 那么以上的话 是我个人使用数据管家的一个经验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这是我们的蜕变 丑小鸭在经营着一番数据分析之后 中间会变成一只白色的天鹅 那么虽然这句话 话操理不操行 其实就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一个过程 其实丑小鸭本身就是白天鹅 我们想要强劲的重点其实是 它有没有去进行数据分析 那么丑小鸭就去进行了数据分析之后 它才能够变成一只白天鹅 那么我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 那么希望今天这堂课对大家有所帮助 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一套方法论的话 自己去实操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店铺 有没有说去选一款爆款 然后去进行发布产品 然后用两周的或者更长的时间去验证一下 我们的这个思路是否是正确的 然后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就是都能够做到行业的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上 那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